8月6日,著名乐剧演员王文娟在凌晨与世长辞,享年95岁。 王文娟是一位国家一级演员,更是乐剧的代表性传承人。 她从小拜师学习乐剧,此后便致力于乐剧的推广传承。 她凭借自己出色的表演能力和丰富的舞台经验,为观众带来了一部又一部的经典作品。 如追鱼,泽天皇后,红楼梦等,口碑极佳,深受大众喜爱, 真正做到了将乐剧普及到了群众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。 而王文娟为艺术所做出的贡献,也使她多次收获艺术奖终身成就奖。 王文娟的老搭档,87年版《红楼梦》贾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, 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上发文,夸赞她把乐剧《红楼梦》班上迎评这一伟大贡献, 并沉痛哀悼一代乐剧大师。 网友们,有的一时难以接受这种恶号, 纷纷在评论区下表达对王文娟老师的悼念,希望她一路走好。 同时还有许多网友表示,对老艺术家崇高的敬意, 是时代偶像,永远留在我们心中。 老艺术家王文娟的一生是精彩的, 她也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,永远的灵妹妹。 我们远末中还有略和大事情报道 都要如打スト peace 未经许多网友神